Hello 大家好,我是雲霸 我們今天來開箱Sony Aspera 5 Mark IV 事實上我已經用了好一陣子 還帶著它去泡馬拉松 所以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比較長時間的使用心得 OK, Let's go 好,我們就先來開箱 同樣的這一次Sony順應環保包材 那這個箔形的外盒裡面只有單手記一支 接著我們就可以看到它Sony Aspera 5 Mark IV 它無可挑剔的外觀 一句話就是好看 它真的長得太好看了 它有經典方正俐落的線條 漂亮的磨砂玻璃觸感 它不沾指紋也不太反光 它也沒有大到突兀的相機模組 正面沒有挖孔也沒有瀏海 一切都十分平衡協調 那手感上也有升級 它在這個直角的邊框 多了一點圓弧 那再結合經典全平面的玻璃螢幕 握感也會變得更加舒適 而且這支同樣很輕 它實測只有172克 所以這一支手機 它特別適合讓我帶去跑步 像我剛跑完這個Gaming Run 全程我都把它握在手中直到完賽 一點也沒有負擔感 是我今年用過手感最好的旗艦機 注意喔是旗艦機 因為它處理器真的也不錯 一切的經典設計都保留著 比如說3.5G的耳機孔在上面 還有下方有熱插拔的SIM卡槽 以及結合電源鍵的側邊指紋辨識 那這一次還多了一個貼心小設計 那Speria 5 Mark IV 可以選擇只有在按下電源鍵 才會進行指紋辨識 減少誤觸 Sony Speria 5 Mark IV 是喜歡小尺寸手機的救贖 它雖然又輕又小 可是它依舊很強 它沒有因為尺寸而縮減你的使用體驗 所以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下 最重要的拍照體驗 再來是它的拍照真的是快很準 加上這顆實體快門鍵 我可以單手拿著手機 單手拍照 像這樣子壓著快門鍵 它就會啟動相機 接著再找到你的拍攝主體 不管它是在運動或是打籃球 只要壓著快門鍵 它就會像這樣子 利用每秒20fps的超高速連拍 幫你把所有你想拍的東西 全部把它拍得很清楚 在拍照上面 相較於其他品牌的懶人拍照法 也就是靠軟體演算 AI演算法 那Sony追求的路線 是凍結生活每一個瞬間 還原本色 三顆鏡頭都支援20fps的高速連拍 及時眼部物件追蹤對焦 不管是主鏡頭 超廣角或是人像鏡 每一顆鏡頭都可以像這樣 只要主角入鏡 它就會追蹤眼睛 那不管是轉身 戴口罩都不影響 那前後左右移動 都會牢牢的鎖住眼睛 你每一張照片都會精準的對焦 那在追焦的過程中 即使主角突然跑出鏡頭 短時間它再回來 還是可以持續追蹤對焦 當我們在拍攝主體的時候 只要焦點對了 它會牢牢的鎖住眼睛 那快門直接按著不放 每一個動作 你都可以輕鬆的捕捉 而且你仔細看 它每一張都是準焦 都是清楚的 都可以放大檢視 那畫面的解析力 與動態範圍 都會有大幅度的提升 那細節會變得很優秀 尤其是高反差的 逆光表現會變得很優秀 畢竟Sony也是堂堂的相機大廠 所以Aspira 5 Mark IV 它在拍照上面 不會去刻意的提高整體亮度 而是盡可能的還原 肉眼所看到的畫面 那照片也會保有更大的寬容度 所以像我們這種創作者 它會有更大的後置空間 這一次的60mm的人像鏡 尤其適合人像攝影 它是最接近人眼所見的焦段 它拍人的效果非常好 這邊我找了Mado 拍了幾組樣張給大家欣賞一下 因為三顆鏡頭的畫質都一樣好 所以你只需要依照構圖的需求 去選擇鏡頭 那你在應用上會特別的靈活 這一次三顆鏡頭都支援20fps超高速連拍 它用來拍攝動態的人、寵物都非常好用 像我自己有在運動又同時是爸媽 那在拍攝小孩、運動的題材 都會非常好用 那每一張都會準焦 你只要事後去挑選構圖好的 從此不存在手速慢而拍不到的問題 再來我們來看到Sony最強的錄影 它的防手震效果依舊是黑科技 三顆鏡頭都可以支援4K的錄影 即時眼部物件追蹤對焦 那最神奇的就是這一次的4K 120fps錄影 三顆鏡頭都有 那這個功能原本是自家的旗艦Pro i才有的 那這一次Sony把這個功能下放到Speria 5M4 120fps的優點就是可以看起來更濕滑、更流暢 那可以讓你拍出這種感覺的影片 而且它是4K的 那你可以隨手拍、隨手上傳FB、IG、TikTok 那你的影片看起來就會比較厲害 那4K的解析度會更高 所以它對影片創作者的應用範圍會更靈活 你可以靠它去拍攝長影片中的素材片段 那也可以拍攝一整段之後 透過後製剪輯把正常的片段加快4倍 那想慢的就維持這個慢動作 不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4K 120fps的慢動作影片 它是沒有聲音的 所以通常我就是把它拿來拍攝一些素材 把它剪在影片中 看起來影片就會比較厲害 這支前鏡頭的畫質也升級到1200萬畫素 所以也就是說它4顆鏡頭 它的畫質都是差不多的 那這邊我放幾張Model自拍的效果 那你可以看到 當你在使用前鏡頭自拍的時候 它也是會稍微帶一些美膚的效果 Sony身為影音家電的霸主 它的螢幕表現也真的是漂亮 Speria 5 Mark IV它擁有無瀏海 無缺陷的完整螢幕 它採用的是21-9 6.1吋 120Hz的Full HD HDR OLED面板 再加上正面它有前置的雙喇叭搭配杜比音效 那兩顆喇叭都在螢幕的正前方 那它的音效指向性會非常好 而且這一次的螢幕亮度 它還提高50% 亮度達到1000尼特 在陽光下看影片也會非常的清楚 同時這一次還給你5000mAh的大電池 在處理器使用高通8 Gen1的情況下 它可以擁有高達17.5的續航力 所以這支手機真的是效能跟續航兩者兼顧 而且這一次無線充電也正式回歸 你可以隨手放著充電 也可以替你的真無線耳機去反向充電 當然Sony最強的還是無線音頻 自己家有在賣耳機嘛 所以所有的音效規格全部都拉到頂規 你再搭配一副自家的索尼耳機 去用來追劇聽歌就是一個爽 上面所有的規格它全部都支援 好 最後我來聊一下這一陣子的使用心得 對於手機這個日常不可或缺的產品 每一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需求 那我自己的需求其實很簡單 輕便好攜帶 拍照搶 錄影穩 而且它要全焦段 那效能要夠 續航力至少要撐一天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要全防水 那因為我太常去跑步了 尤其夏天啊 每天晚上大爆汗 那手機整個弄的是黏黏的 那這支手機可以整個拿去水龍頭下面 沖洗都沒有問題 那再來我把1M4跟5M4兩款比一比 說真的這兩款的手機啊 它的螢幕並沒有差很多 但是握感跟重量很明顯的是這一支 5M4明顯舒服太多 它真的很輕很小很好握 那這一點其實最重要 Sony對於S8 Gen1這顆處理器的做法 是平常將處理器全程降頻讓它省電 但是它有一個遊戲模式 那你可以在遊戲模式下面選擇效能模式 而不是全天候跑全速 所以我實際使用上啊 真的可以從早上7點 用到晚上12點 都還有剩下30%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Sony Xperia 5 M4 它是真的可以全面滿足我所有需求的 一款小尺寸手機 那Sony的東西是這樣 當你親自擁有過一段時間之後啊 你可以在它精緻內斂的細節中 找到更多的韻味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這支手機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